董事長 培植人才從教育做起 陳時中拋出教育政策 而校園環境更是重中之重 北市不少校園內還能見到蔣介石同向 那陳時中若當上市長如何處理 法律規定是要移除的 但我們不會說強硬的 很快速的就這樣來做 大概是相對的一個溝通 我身為蔣家的後代 也是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我肯定蔣正的總統 抗共保台的決心 以及金國先生革新保台的努力 面對陳時中認為同向要拆 蔣灣跳出來捍衛自己的阿奏 字字句句強調 身為蔣家後代的血統不容之一 蔣中正同向到底拆不拆 一直以來都備受討論 而在台北市還有64所的學校 有這個同向 陳時中說不會硬拆 這題同樣是蔣萬安的必答題 您當時的話會拆嗎 我肯定兩位總統 對於台灣這邊土地的貢獻 包括抗共保台的決心 以及國先生革新保台的努力 那接下來蔡樹同向 這絕對不是為拆而拆 這也要尊重包括校園空間規劃 專業的判斷跟決定 看來對蔣萬安來說也很尷尬 一樣的答案再回一次 就是不說若當選拆還是不拆 只是自己的身世 頻頻被搬上台面 在媒體人黃青龍新書中 更提及蔣萬父親蔣孝顏的媽媽張雅若 親口說蔣孝顏的身父是一位 叫郭李博的人 且蔣經國日記中否認蔣孝顏是親生兒子 在他來台後也沒有見過蔣孝顏 我的家屬史實在不應該成為 這次選戰的焦點 扛著蔣家後代招牌 選市長蔣萬的身世 避不了成為選戰攻防焦點 選舉選成這樣 真的是台灣的悲哀 蔣萬安嚴厲譴責 因為媒體人周遇寇多次槓上 現在還公布蔣萬安爸爸蔣孝顏 1999年金華飯店醜聞的女主角 就是張姓名媛 只是因為我的參選 帶給我家人如此殘忍的傷害 真的讓我感到非常的不捨 也很難相信選舉是如此的誓寫 近來周遇寇炮火全開 猛力攻擊蔣萬安 也讓周遇寇和陳時中的關係受到關注 根據統計 周遇寇從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至今年9月13號 已經專訪陳時中12次 媒體人黃光琴就說 如果陳時中當選台北市長 周遇寇將會成為背後林 周遇寇的頻頻爆料 是助攻陳時中選情還是拖累呢 現在對手陣營很有默契 都喊出這句話 黃軍跟名嘴製作 遲早會找到保養 這個我直接講 票投陳時中就是支持周遇寇 當初這個張孝雲那個粉圓案 事實上沒什麼影響 反而對寶寶事件印象比較深刻吧 難道你也希望全國媒體熱烈的討論 你的寶寶事件嗎 投給陳時中就表示你支持周遇寇 到我跟周遇寇之間上節目之外 我們私底下沒有聯絡過 連結要有證據嘛 那我相信就是說我的態度就是對於媒體 都維持我的尊重 因為這是社會重要的第四權 陳時中貌似喊周遇寇切割 卻又不敢說得太明顯 似乎可以看得出他的有苦難言 立法院新會期周五開議在即 國民黨中央號召立委下達交戰守則 尤其在國民黨今天真的是沒錢沒人 立法院就是我們的重炮口使盡我們最大的力量 為我們民眾來好好監督把關 然後也為我們的候選人來全力衝刺 鎖定九一八地震 救災 看顏色 跟防疫救責 國民黨團校正蘇內閣 預算會期 決戰主席台 秘密會議的時候三分之要塗黑 現在反而倒過來再灌蔣萬安疫苗受害 救助我們 我們黨團當然要杯葛 而且要強力杯葛 沒望當選之前身分還是立委 蔣萬安準時出席立法實務研討會 面對對手陳時中諷刺參選以來 拋棄人設 發言像奇蹟 蔣萬安反問前防疫指揮官 難道不是黨藝代理人 有政治考強的防疫政策 其實從之前到現在都還是 是一樣的 與其說王必勝是 陳時中的小弟 副說他們兩位都是民進黨的小弟 不過蔣家子弟同樣必答敏感議題 中正紀念堂轉型 準市長論壇 中山爽快應邀 蔣萬安再端不在場正當理由 婉拒三方各言而至 當天我已經安排了市政相關行程 我也相信市民更關心拒絕市政內容 這些都不是市民朋友現在最關心的議題 也不是目前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或許看準這一局 光是要守城已經不容易 何況註定無法加分 出席七年籃球邀請賽 武黨籍台北市長參選人黃珊珊 臉上藏不住笑意 因為前一天才有為神秘嘉賓來訪 戴著口罩 穿著螢光綠Polo衫的 就是國民黨籍前台北市長黃大舟 人到黃珊珊淨總戲讀政策牆 還大讚當過六屆市議員的黃珊珊 最有資格當市長 其他兩人一人沒經驗 一人學醫 都沒行政經驗 所以當不了市長 本來就是很棒的前輩 請議士平常就會做的事 我也不會特別去說 那昨天很感謝他來 因為昨天我不在 所以他特別到總部來關心我 就覺得非常的開心 謝謝他的鼓勵 我們尊重黃大舟市長他的意見 給我的許多鼓勵 他對台北市政的貢獻 依然會讓我永遠記在心裡 蔣萬安只能高喊尊重 畢竟三個月前才拜會過 這位黨內老前輩 這個叫不夠酸 不夠棒 挖身 莊腳被強挖 蔣萬安沒再怕 因為最新民調顯示 蔣萬安不論是支持度 還是看好度 在台北市撒喀都裡面 都是得一名 其中在氣保選項 陳時中鐵票高達84.8% 而蔣萬安則有72.1%的支持者 堅定不移 但黃珊珊卻只有 63.4%的鐵粉不會改變 至於剩下兩成多的氣保票 將流向蔣萬安 每天的民調都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每天都是看數字 就像每天看股票市場的話 你每天 日子還要不要過 民調一直都是參考 起起伏伏 我想我們就是一步一腳印 爭取市民朋友的認同 那我想就是還是有得到 很多選民的一個認同 不過其餘的 我們還是要持續努力 北市藍綠白 三方大亂鬥 不只要挖牆角 搶支持者 也要鞏固鐵票 畢竟誰都不想成為 最後關頭 被棄保的那一人 近新聞綜合報導